第六十一集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 带着从这里或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 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 所以他们不时地叹息一声 嘟嘟囔囔地说 这个梦不是我的 但梦回答说 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 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 在离她只有两不远的地方睡觉的 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 同样老人猜想她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 当然这仅仅是猜想 因为那些梦还没有到达相互交融 完全一致的地步 天刚刚亮 开始下起大雨来 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着窗户 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 发出呼呼的声响 一声的妻子醒来了 睁开眼睛低声说道 好大的雨啊 接着又把眼睛闭上 卧室里还是深夜呢 可以接着睡 没过一分钟 她又猛地醒来 想到该做什么事情 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怎么做 雨对她说 起床吧 这雨想干什么呢 为了不吵醒丈夫 她慢慢地走出卧室 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 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 然后沿着走廊走到厨房 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 雨势也最猛 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 擦了擦门上灰暗的玻璃 朝外边望望 天空乌云密布 大雨如注 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 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 洗 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 该做的就是这件事 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 就像到了瀑布下面一样 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 淋成了落汤鸡 必须利用这雨水 她想 她返回厨房 尽量不发出响动 把锅盆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 都放在一起 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 在风中晃动 风向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 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 接着 医生的妻子把器皿搬到外面 沿着阳台的栏杆排好 现在该用雨水去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 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 医生的妻子嘟嘟囔囔地说道 但愿不要停 这雨不要停 把一切能用来洗擦的东西都拿去 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 哪怕洗去一点点 洗去身上的污垢 他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 其实两者是一样的 于是 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 即所想和所说的和谐统一 他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 把衣服脱光 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 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 他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 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 他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止他一个人 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 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他们唤醒 人们不得而知 更不知道他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 不过现在无需对此探究 人们不妨随意推测吧 医生的妻子看到他们说道 你们帮着我做吧 可我们看不见怎么帮呢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 先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 可是我们看不见啊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这一句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没关系 我们尽量做 医生的妻子说 我马上洗完 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 来吧 干活吧 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 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 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 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 口中哈出的气 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 她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 那时也像现在这样 但能看到天上花花落下的雨水 但她们不会想到 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 像是疯子 大概真的疯了 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 任凭邻居们窥视 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 她们也不会这样做 不应当这样做 我的上帝啊 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 从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 再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 消失了 后来又沿着大腿倾泻下来 也许我们这样想象 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 也许我们看不见本世 有史以来这最美好 最壮观的景象 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连白毛巾似的泡沫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 但愿我能和泡沫一起落下去 无尽的下落 干净 纯洁 一丝不挂 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 尽管经历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 她依然相信上帝没有失明 医生的妻子反驳说 不仅上帝失明了 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 只有我能看见你们 戴墨镜的姑娘问道 我长得丑吗 你很瘦 很脏 但你绝对不丑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也问 那 我呢 你和她一样瘦 一样脏 不如她漂亮 但比我好看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不 你很漂亮 你从来都没有见过我 怎么知道呢 我梦见过你两次 什么时候 第二次在昨天夜里 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 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 你感到了安全安宁 当然是这样 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 要是看见了我 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 意造出我的长相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道 我看您也长得很漂亮 可我从来没有在梦中见过你 这只能表明失明正是丑陋的人的姓氏 可是您并不丑 不丑 我长得确实不算丑 就我的年纪来说 戴墨镜的姑娘问 那 那您多大岁数了 我快五十了 像我的母亲一样 那 她呢 她 她什么 漂亮吗 啊 原来更漂亮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都不如当年漂亮 不 您不是这样 就这样 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 你一句我一句信马油浆 不知道到哪里为止 突然 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 它们本身意义简单 一个代词 一个副词 一个动词 一个形容词 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 涌出眼睛 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 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咒一样 一再经受打击 一切都承受住了 但现在 再也无法承受 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 但她现在也在一个代词 一个副词 一个动词 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 气涕连连 尽管她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 只是符号 同样 那两个女人 另外两个女人 两个不定代词 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 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 立在瓢泼大雨中 嚎啕大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六十二集 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 立在瓢泼大雨中 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 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 该感到寒冷了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我觉得有些冷 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 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 现在该这些女人洗澡了 在头发上打肥皂 互相搓背 像没有失明的时候一样 像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 天完全亮了 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 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 雨还在下 但比原来小多了 三个洗衣服走进厨房 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 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 不过这就是生活 没有狗的人就带着猫去打猎 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 尽管如此 这个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 也许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 最后他们穿上衣服 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 在阳台上 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 现在他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 这件衣服已经弃制多年 但这时却使他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 他们走进客厅 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 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 双手抱着头 手指插进双臂和后脑勺 熙熙落落的白发里 僵挺着身子一动不动 仿佛要留住思绪 或者相反 阻止大脑继续思考 他听见女人们进来了 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知道他们刚才在干什么 知道他们那时赤条条的 他知道这一切并非由于他突然恢复了视力 像其他老人那样捏手捏脚的去偷看某个女人洗澡 而这回是三个女人 她早已失明 现在依然失明 只是走到厨房门口 听见了他们在阳台上说的话 听见了笑声 雨声和水声 呼吸到了带肥皂气味的空气 然后他回到了沙发上 正在想世界上还存在生活 正在问这生活是否还有他的一份 医生的妻子说道 女人们已经洗过了 现在轮到男人们了 戴黑眼罩的老人问 还下雨吗 下 还在下 阳台上的盆里有水 这样的话 我想到洗手间去洗 在澡盆里洗 说澡盆这个词的时候 好像在出示他的年龄证书 好像在说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 那个时候的人们说澡盆 而不说浴缸 老人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 我不会把洗手间弄脏 保证不把水溅到地上 我是说我尽量这样做 当然可以 既然这样 我把盆端到洗手间里去 我帮你端吧 我自己端得懂 我还没有残废 一定要做点事 好啊 来吧 在阳台上 医生的妻子把几乎 满满一桶水往屋里拖 抓住这里 他拉着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 攥住桶的那一边 老人说道 好 我们把桶提起来 幸亏您来帮忙 我一个人还提不动呢 有一个谚语 您听说过吗 什么谚语 老人干活不多 但轻视他的人是疯子 那个谚语不是这样说的 我当然知道 我把这谚语改了一下 我把孩子两个字换成了老人 把讨厌两个字换成了轻视 原来的谚语是孩子干活不多 但讨厌他的人是疯子 不过所有谚语都一样 要想继续流传下去 还要保持原来的意思 那就必须要随着时间加以修改 您真的是位哲学家 过奖了 我只不过是个老头子 他们把桶里的水倒进浴缸 后来 医生的妻子想起来 还有一块没用过的香皂 他便打开抽屉 把香皂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手里 您会浑身散发香气 比我们还香 随便用吧 不用担心 我们会缺食物 但不会缺香皂 大概附近的超市里还多着呢 谢谢 必须小心啊 不要滑倒 如果需要 我去叫我丈夫来帮你 不用 我愿意自己洗 随便吧 注意 伸出手来 这是刮脸刀 和虚刷 要想刮胡子的话 就用吧 啊 谢谢 医生的妻子出去了 戴黑眼罩的老人 脱下分配衣服时 穿上的那件睡袍 小心谨慎地走进浴缸 水很凉 也很少 不到一眨身 三个女人笑着 在水龙头式的雨水下冲洗 和她这样用脚搅动着这个可怜的小水蛙 有天壤之别 她跪在浴缸底 深深吸了一口气 两手捧起水 第一捧交在前胸上 她几乎停止了呼吸 然后她很快把全身交湿 为的是来不及打寒颤 接着开始按部就班地打香皂 用力地搓肩膀 四肢 胸部 腹部 阴部 和大腿 根部 她想 我比畜生还脏 后来又往大腿 甚至有一层泥的脚上打香皂 她没有马上冲洗 她要让香皂墨在身上 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 完全发挥作用 去除污泥 这时她说道 我应当洗洗头 她把手举到脑后 解开眼罩的扣 你也该洗个澡了 扣子解开 眼罩掉进水里 现在她感到身子暖和了 先把头发浇湿 然后打上香皂 现在她浑身泡沫 成了白色眼疾患者里 一片广袤的白色中的 白色泡沫人 谁也看不见她 但是如果她想这样 那就错了 这时候她感到 有两只手摸了摸她的脊背 又从她的胳膊 以及胸部收集起泡沫 慢慢地抹到了她的背上 仿佛此人看不见 自己干的活 但干得非常认真 老人本想问一声 你是谁 但舌头不听使唤 说不出话来 老人打了个寒颤 这次不是因为感到冷 那两只手还在轻轻地 为她搓洗 那女人没有说 我是医生的妻子 或者我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 或者我是戴墨镜的姑娘 洗完以后 两只手离开了 在寂静中 老人只听见洗手间的门 轻轻关上的声音 现在这里只剩下她独自一人 跪在浴缸里浑身不停地颤抖 仿佛在祈求上苍的人词和怜悯 老人心中暗想 她是谁呢 李志告诉她 只能是医生的妻子 因为她看得见 她一直在保护我们 照顾我们 给我们食物吃 现在又悄悄地关心我 毫不奇怪 这是李志告诉她的 但她不相信李志 她还在浑身颤抖 不知道是因为激动 还是由于寒冷 她从浴缸底部摸到眼罩 用力揉搓了一阵 拧干 套在头上 有了眼罩 她觉得不像原来那样 一丝不挂了 她擦干身子 带着一股香气走进客厅 医生的妻子说 我们当中 有个刮过脸 干干净净的男子汉了 但马上她又想起了 什么该做而没做的事 遗憾地说 真可惜 你的背还没有洗呢 戴黑眼罩的老人 没有回答 只是心里想 我刚才没有相信李志 看来是对了 食物所剩无几 他们都给了邪言小男孩 其他人必须等待医生的妻子 再找来食物之后才能吃 家里只储存着几个水果罐头 一些水果干 白糖 吃剩的饼干 烤面包片 把这些和其他能保存的食品凑在一起 以备不时之需 但食物必须每天去找 如果命运不济 出去的人空手而归 那么就每人分两块饼干 一小勺水果罐头 医生的妻子说 有草莓的和桃子的 不知道你们都爱吃什么 还可以要三瓣核桃和一杯水 但不知道这奢化生活还能维持多久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 他也想去找食物 三个人不算多 虽然其中两个是盲人 但可以拿东西 还有 他家离这里不太远 如果可能的话 他想去看看 是不是被占用了 占用者是不是熟人 比方说 哪个楼里的邻居有亲戚从乡下来了 家里住不下 瘟疫袭击了村子 逃到这里来躲避 人们都知道 城里条件总会好一些 于是 医生的妻子 和第一个失明者 以及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 三个人穿上家里余下的干衣服 走出了家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 失明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六十三集 三个人穿上家里余下的干衣服走了 洗过的衣服要等天气好了才能晾干 天仍然阴沉沉的 但看样子不会再下雨 垃圾被雨水冲走了 尤其是在有坡度的街道上 堆成一座座小山丘 宽阔的柏油路面 一段段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医生的妻子说道 但愿能继续下雨 不停地下 在这种状况下 最倒霉的莫过于出太阳 我们这里腐烂和恶臭 已经绰绰有余了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 因为我们洗过澡 所以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气味 她的丈夫虽然怀疑自己 因为洗凉水早患了感冒 但还是同意妻子刚才说的话 街上 一群群盲人利用雨亭的间隙 出来寻找食物和满足排泄的需要 虽然吃得少喝得少 但排泄还是必不可少的 一条条狗 这里闻闻 那里闻闻 跑跑垃圾堆 其中一条嘴里叼着一只淹死的大老鼠 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最近极长雨大的出奇 这个善于游泳的动物 在很不利的地方被洪水堵住 无计可施 舔泪水的狗没有加入旧时的伙伴们的队伍 而是独自献取食物 看来他决心已定 但又不肯等人们喂养 嘴里一直在咀嚼着什么 那些垃圾山里 埋着难以想象的宝物 只要肯找肯跑 就能找到 一旦机会出现 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 也要在记忆中找 在记忆中跑 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四个转角 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 那里的转角不止四个 而是指他们居住的街道 四个街角将作为他们的坐标 盲人们关心的不是哪边东 哪边西 哪边南 哪边北 他们只想让触觉灵敏的手 告诉他们走的路是否正确 从前 盲人还是很少的时候 他们往往煮一根白色手杖 不停地在地上和墙上敲打 这声音是一种密码 凭着它辨认路线 但现在不同 所有人都失明了 这种手杖淹没在一片 塌塌声中 几乎毫无用处 还有周围白茫茫一片 盲人甚至会怀疑 手中是否拿着什么东西 而说到狗 近人皆知 他们除有我们称之为 本能的东西之外 还有其他辨别方向的手段 当然 他们的眼睛近视 不大相信视力 但是鼻子长在眼睛的前面 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 这种情况下 以防万一 舔泪水的狗在主要地标旁 都抬起一条后腿 如果某一天迷了路 威风会负责把他领回家里 他们一边走 医生的妻子一边往街道 这边看看 那边看看 设法补充少的可怜的食品储备 那些老式食品店 还没有被洗劫一空 只是因为库房里 还有一些菜豆 或者鹰嘴豆 这些豆科食物 煮起来颇费时间 而时间就是水 时间就是燃料 所以直到现在 豆类生育还如此不佳 医生的妻子 对艳雨并无特别的癖好 不过这古老的学问中的某些东西 大概早已刻在了脑子里 他带来的塑料袋中 有两个装满了菜豆和鹰嘴豆 就是证明 保存无用的东西 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 祖母对他这样说过 但是浸泡豆类的水 也能用来煮 煮后就不再是水而成了汤 有时候并非一切都消失净进 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可供利用 这种事不仅在自然界存在 既然现在离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原来居住的街道还很远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带着装满菜豆 鹰嘴豆和其他捡到的东西的塑料袋呢 这样的问题只能出自一生从未经历过匮乏日子的人之口 医生妻子的祖母说过 即使是块石头也要拿回家 老人只是没有想到补充一句 就是拿着他绕地球一周也在所不辞 这正是他们现在进行的壮举 绕最远的路往家里走 第一个失明者问道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 医生的妻子有眼睛 马上告诉了他 第一个失明者接着问 啊 我就是在这里失明的 现在有红绿灯的路口 现在 我们正好在这个路口 啊 就是这里 对吗 对 正是这里 啊 我真不愿意回想当时的经历 我关的汽车里什么也看不见 外边的人们大声吼叫 我歇斯底里地喊 说我失明了 后来那个人来了 才把我送回家里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道 可怜的人 他再也不会偷汽车了 医生的妻子说 我们多么难以接受 总有一天要死的想法呀 所以我们总是设法为死者开脱 仿佛是提前请求别人 再轮到我们死的那一天 原谅我们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 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一场梦 好像梦见我失明了 他的丈夫说道 我在家里等你回去的时候 也这么想过 离开了遭遇那场祸事的十字路口 他们沿着几条迷宫式的 窄小街道前行 医生的妻子不熟悉这些地方 但第一个失明者没有迷路 为大家指明方向 医生的妻子说出街道名称 他就说 往左拐 然后再说 往右拐 最后他说 这就是我们那条街 我们的楼房在左侧 差不多在街的中间 医生的妻子问道 那门牌号是多少 哎呀 我想不起来了 真是岂有此理 并非是我想不起来 而是我头脑里的东西 全被清除干净了 这真是个凶兆 连我们自己住的地方都不知道了 梦境取代了记忆 我们该在哪里停下来呢 幸亏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 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次短途旅行 他说道 哎呀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接着往前走吧 然后他爆出了门牌号 这样就免得使用 第一个失明者建议的方法 他自以为是的说 靠触觉也能认出 自己所在楼房的门 仿佛他手里拿着 跟神奇的魔术师的小棍 点一下出来金属 再点一下出来木头 点三下或点四下 出来一个完整的画面 毫无疑问 就是这里 医生的妻子 领着他们走进去 他问 第几层啊 第一个失明者回答 三层 他的记忆力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衰弱 忘一些事情在生活中屡见不鲜 有些事还记得 比如他想起了失明以后 从这扇门进去的时候 后来偷了他汽车的那个人曾问他您住地几层 他也是这样回答的 不同的是 他们现在不是乘电梯上去 而是沿着看不见的楼梯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往上爬 这楼梯既黑暗又光芒耀眼 只有没有失明的人才需要电 需要阳光 或需要一节蜡烛 现在医生的妻子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楼梯里的半明半暗 半路上 往上爬的人碰到了两个往下走的女人 她们是上层的盲人 也许就是第三层的 但谁也没有问一声 确实邻居们都不像原来的邻居了 到了门口 发现门关着 医生的妻子问 怎么办 第一个失明者说 我来 他开始敲门 一次 两次 三次 第一个失明者说道 里边没有人 就在这时 门打开了 耽误这么长时间 无需诧异 在屋子最里边的盲人 听到有人敲门 也不能跑过来应门 从屋里走出来一个男人 他表情严肃 显得颇有教养 平易近人 他问道 谁啊 需要什么东西吗 第一个失明者说 我们原来住这所房子里 那个人惊叹了一声 啊 接着问 呃 那还有别人和您在一起吗 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一位朋友 那我怎么能知道这所房子是您的呢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道 很容易啊 我告诉您里边有什么东西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以后 说道 那就进来吧 医生的妻子 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 谁也不需要人带领 他们走进了第一个失明者的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失明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六十四集 第一个失明者夫妻俩和医生的妻子 一起走进了他们的家 住在他们家的那个盲人说 呃 我现在一个人在家 他们出去寻找食物了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 又补充了一句 哦 也许 我不应该说他们 应该说女士们 不然他们 是不清晰的 不过我不相信这样说一定正确 尽管我本人应当知道 医生的妻子问道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啊 我是说 我应该用女士们 是指 出去的他们 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那么您还说 本应该知道 是否该用女士们来表达呢 啊 我是作家 作家应当知道该用哪个词 第一个失明者感到受宠若惊 想想看 一位作家住在我家里 他随即产生了一个疑问 如果问对方的名字 是否显得没有教养呢 他也许听说过这个作家 甚至可能曾读过他写的书呢 他还在好奇和谨慎之间 犹豫不定的时候 妻子直接了当地把问题提出来了 您叫什么名字呀 盲人 盲人们无需有姓名 我只是我说话的声音 其他都无关紧要 可是 您写过的书 书上都有您的名字呀 医生的妻子说道 现在 谁也不能看那些书了 所以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 第一个失明者觉得谈话的内容 离他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远 于是便问道 那您是怎样来到我家住的呢 就像许多已经不住在原来地方的人一样 我回到家里 发现我家被一些人占 他们不肯听我讲理 可以说我们是被人家推下楼梯的 那您的家离这儿远吗 不远 那后来 您又设法去要过房子吗 现在人们常常从一所房子 搬到另一所房子的 后来 我又试过两次 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吗 对 第一个失明者问道 那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的房子之后 您打算怎么办呢 像他们对待您一样把我们赶走吗 我年岁大了 没有力气那样赶 即便年轻有力气 我也不相信能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段 一位作家到头来 在生活中也养成了写作所需要的人 受力和耐心 这么说 您要把房子留给我们了 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 就只能那么办了 我看您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 医生的妻子已经猜到了 作家会怎样回答 果然 作家说道 您和您的妻子 还有与你们一起来的女友 现在肯定也是住在一所房子里 对吧 对 完全正确 我们就住在这个女友她家 那离这远吗 不能说很远 那么 如果您允许 我想向你们提个建议 您说吧 呃 我们仍然像目前这样 现在我们两人都有家可住 我继续注意我的房子那边的变化 如果有一天 我发现我的家 我的房子腾空了 那我们就立刻搬过去 先生 您也同样 定期到这里来看一看 如果发现我们走了 房子腾空了 您就搬回来 嗯 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个主意 我也没有指望您会喜欢 但是我怀疑您会更喜欢 除此之外唯一的另一个办法 嗯 什么办法 此时此刻 你们就收回属于你们的房子 那可是这样的话 对啊 这样的话 我们 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我们就得到外边去住了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插嘴说 那可不行 这种事情连想都不要想 就像现在这样吧 以后再说 作家说道 呃 我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 第一个失明者问道 什么办法 我们作为客人住在这里 您的这房子不小 住得下我们所有的人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道 啊 不了 仍然维持现状吧 我们还是住在我们这位女友的家里 说完 他又对医生的妻子说道 我无需问你是不是同意了啊 作家说道 那我也无需回答你了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啊 实际上这段时间 我一直等你们来要这所房子 医生的妻子说道 在众人都失明的情况下 最顺理成长的做法 就是满足现状 呃 自从瘟疫开始以来 那你们是怎么生活的呢 我们三天前 刚刚从监禁递出来 啊 你们是被关进隔离检疫区的吧 对 很苦吧 您说的太轻了 令人毛骨悚然 这位先生 您真的是位作家 正如刚才所说 作家必须善用各种词汇 所以应当知道形容词 对于我们来说无济于事 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 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作家应当相信 杀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 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 无需再说什么毛骨悚然 啊 那您的意思是 呃 我们的词汇太多了 我是说我们的感情太少了 或者说 呃 是我们还有感情 但已经不再用词汇来表达它 所以 我们丧失了感情 那 我想请你们说说 在隔离检疫区是怎样活过来的 为什么 啊 因为我是作家呀 必须在那里边住过才能知道 啊 作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 既不能知道一切 也不用亲历一切 但他必须要问 必须要去想象 也许有一天 我会向您讲讲那里的情况 然后您可以写一本书 我正在写 您失明了怎么写书呢 啊 盲人也能写作 这就是说 您曾经有时间学习盲文 我不懂盲文 那您怎么写作呢 呃 现在让你们看看吧 作家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 一分钟以后拿来了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 呃 这是我刚写满的一页纸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 呃 那我们看不见啊 哎 我也看不见 医生的妻子问 那么 您怎么写得了呢 他看着那张纸 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 他看到一行行挨得很紧 有时候两行字落在了一起 作家笑着回答 呃 靠触觉 其实并不难 把纸放在一个稍软一点的平面上 例如放在另外几张纸上 然后就可以写了 第一个失明者说 可是 您看不见啊 啊 对盲人作家来说 圆珠笔是个很好的工具 虽然不能让他阅读所写的东西 但可以让他知道 什么地方已经写了字 为此 只要用手指摸到最后一行字的压痕就可以 写到头以后 估计一下与下一行应有的行具 再接着写下去 非常方便 医生的妻子轻轻地从他的手中拿过那张纸 对作家说道 我发现 有些行与行已经重叠在一起了 啊 您怎么知道的 我看得见 看得见 是恢复了失力吗 怎么恢复的 什么时候恢复的 作家激动地问 我估计 我估计 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丧失失力的人 为什么 您 您这如何解释啊 无法解释 可能根本就没有解释可言 那这意味着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到了 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听医生的妻子这么说 满怀好奇心的作家 开始了详细的询问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六十五集 满怀好奇心的作家 开始了详细的询问 那隔离简易区里有多少人啊 大约三百个 从什么时候起被隔离的 从流行病刚开始的时候 我刚才说过 三天前我们才出来 第一个失明者说道 我想 我应该是第一个失明的 那里的情形 大概让人毛骨悚然吧 医生的妻子说道 您又用这个词 啊 请原谅 我突然觉得 我们失明之后 我写的一切都很可笑 我是指 我和我的家人失明之后 关于什么呢 关于我们所受的苦难 关于我们的生活 每个人应当说出 他所知道的 那些不知道的事情 只能靠询问 所以我才问您 我会回答的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许某一天吧 医生的妻子说着摸了摸那张纸 我想看看您工作的地方 以及您写的东西 您不会介意吧 哪里的话 请跟我来 我们也可以进去吗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道 那我们也可以进去吗 这是你们的家 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 卧室里有一张小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盏没有点着的油灯 借着窗户里样进的微弱光线 能够看到 左边有几张白纸 右边是写了字的纸 其中一张写了一半 油灯旁边有两只新圆珠笔 作家说道 就是这儿 医生的妻子问 我可以看看吗 不等对方回答 他便拿起了写字的纸 有二十来页 他的眼睛扫过小小的手写字体 扫过歪歪扭扭 忽上忽下的字行 扫过写在白白的纸上 卷刻在失明中的词语 这个作家说过 他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 这些书稿是他临时 注意住留下的痕迹 医生的妻子 把手搭在作家的肩上 作家伸出两只手 摸到他的手 慢慢拉到自己唇边 您不要迷失 千万不要迷失 他的这句话出人意料 寓意难明 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 他们带着足够三天吃的食物 回到家里 医生的妻子讲了他们遇到的事 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 不时激动地插上几句 晚上 他从书房里找来一本书 给大家读了几页 当然 他会这样做 邪言小男孩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 他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 把脚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腿上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两天 医生说道 我想知道 我的诊所成什么样子了 这时候 我们一点用处也没了 诊所没有用处 我也没有用处 但是 说不定 有一天人们会再有眼睛可用 那些器械应当留在那 等待那天来到 他的妻子说道 你什么时候想去 我们就去 现在去也行 戴墨镜的姑娘说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 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到我家去一趟吗 这倒不是因为 我觉得父母回去了 只是想尽尽义务 医生的妻子说道 那我们也一块到你家去 没有别人想参加探望住所的队伍 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 已经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戴黑眼罩的老人同样也知道 虽然原因不同 而斜眼小男孩 还没有回忆起原来住所接到的名称 天放晴了 看起来鱼以止住 太阳虽然还苍白暗淡 但人们的皮肤已经感觉到他的温度了 医生说道 如果暑气逼来 不知道我们怎么活下去 到处是腐烂的垃圾 死去的动物 也许还有死人 大概还有人死在家里 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 每栋楼房 每个街道和每个街区 都应当有个组织 妻子说道 有个政府啊 不 是组织 人体就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 只要人体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 人就活着 而死亡只不过是人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后果 那么 一个盲人的社会 如何组织起来以便于活下去呢 只有组织起来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组织起来就是开始有眼睛了 你说的对 也许对 但是这场失明症的经历 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悲惨 我的眼睛和你的诊所一样 不再有任何用处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多亏有你的眼睛 我们才活到今天啊 即使我失明 我们今天也会活着 世界上到处是活着的盲人 我觉得我们将来都要死去 只是个时间问题 医生说道 死亡从来就是个时间问题 但是仅仅因为双目失明而死 大概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死法了 我们会因为疾病 因为事故和偶然事件死亡 而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失明死亡 我是说 因为失明症和癌症 因为失明症和结合病 因为失明症和艾滋病 因为失明症和心肌梗死 病症会因人而异 但现在正治我们于死地的是失明症 医生的妻子说道 我们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 无法逃避死亡 但至少不该成为盲人呢 哎呀 既然这失明症如此具体 如此真实 那怎么可能呢 我不敢肯定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我也是一样 他们无需砸门 就顺利地把门打开 钥匙在医生的钥匙链上 被带去隔离检疫的时候 留在了家里 医生的妻子说 这里是后诊室 戴墨镜的姑娘说 我到这里来过 我仍然在做梦 但不知道是梦见 我自己在这里失明的那天 还是梦见我早就是盲人 却到这个诊所来 梦想治疗 没有任何失明危险的 眼部炎症 医生的妻子说道 隔离检疫可不是梦境 说的对 不是 正如我们遭受凌辱 不是梦境一样 我用剪刀杀死了一个男人 也不是梦境 医生说道 把我领到诊室去吧 我自己也能去 不过还是你带我去吧 门开着 他们走进诊室 医生的妻子说道 所有的东西都被翻乱了 满地都是纸 病例贵的抽屉被拿走了 啊 大概是卫生部的人干的 不肯费时间查找 可能吧 器械呢 啊 器械看样子还好 但愿至少还有点用处啊 医生说着伸出两只胳膊 独自朝前走去 摸摸镜片匣 摸摸剪眼镜 摸摸办公桌 后来他对戴墨镜的姑娘说 我现在明白你说的生活在梦中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 把手放在积了一层尘土的玻璃板上 然后面带凄凉和讥讽的微笑 对仿佛坐在面前的什么人说道 就这样 医生先生 我感到非常遗憾 但您的病 无可救药 如果想听听我最后的忠告 那我就告诉您 按照那个古老的谚语去做吧 人们常说 耐心有益于势力 他们说的对 医生的妻子在旁边说道 你不要让我们伤心了吧 啊 请原谅 也请你原谅 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曾创造过一个个奇迹 但现在连证明这些奇迹的证据都没有了 都被他们拿走了 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创造的奇迹 是活下去 日复一日地维持脆弱的生命 仿佛生命也失明了 不知道走向何方 也许就是这样 也许生命真的不知道走向何方 于是它使我们变得聪明之后又落入我们手中 任凭我们处置 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听你说话的语气 好像你也失明了 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 我因为你们的失明症也失明了 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得见 我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医生对自己的妻子说道 我担心你像正在寻找法庭的证人一样 既不知道谁传讯你 也不知道该陈述什么证言 时间正在完结 腐烂四处蔓延 疾病摸索到敞开的大门 水源正在干涸 食物成了毒药 这将是我的第一个陈述 戴墨镜的姑娘问 那第二个呢 让我们睁开眼睛 医生说道 我们都失明了 睁不开 不想看见的盲人是最糟的盲人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戴墨镜的姑娘说 但是我想看见 你并不会因此就能看见 唯一的区别是 你不再是最糟的盲人 最后 医生说道 好了 我们走吧 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在去戴墨镜的姑娘家的路上 经过一个大广场 那里一群一伙的盲人 正在听另一群盲人演讲 第一眼看去 前者和后者都不像盲人 演讲的人面向听众 情绪激昂满脸通红 而听众们 聚精会神的面向演讲者 他们在宣告 世界末日的到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经过一个大广场 那里一群一群的盲人在听另一些盲人演讲 他们在炫告世界末日的到来 灵魂因忏悔得救 创世第七日的景象 天使降临 星体撞击 太阳湮灭 部落的精神 曼德拉草的枝叶 猛虎的枝高 星空的美德 风的纪律 月亮的芳香 黑暗的辩护 符咒的威力 脚后根的印记 玫瑰的十字架 水的纯净 黑猫的血 阴影的睡眠 海潮的暴乱 食人肉的逻辑 无痛阉割 神圣的纹身 自愿失明 凸形思维 凹形思维 平面思维 垂直思维 倾斜思维 集中思维 分散思维 逃逸思维 生代切除 辞彙死亡 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 这里没有一个人 谈到要组织起来 丈夫回答 也许在别的广场 会谈吧 他们继续往前 没有走多远 医生的妻子说道 这里路上的死人 比往常多 因为我们的抵抗力 正在达到极限 时间到了尽头 水分已经耗光 疾病有增无减 正如你说的那样 食物成了毒药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说不定我的父母 就在这些死人当中呢 我从他们身边经过 却看不见他们 医生的妻子说道 这是人类的习惯 孤已有之 从死人旁边经过 却看不见他们 这是戴墨镜的姑娘 原来居住的街道 现在显得更加荒凉 楼门前躺着一具 女人的尸体 女人死后 被游来荡去的动物吞吃过 幸亏舔泪水的狗 今天不想跟着出来 否则他们必须阻止 那条狗去啃那上 有一些残肉的骨架了 医生的妻子说 是一楼的邻居老太太 丈夫问道 谁 在哪里 就在这里 一楼的那个邻居老太太 闻得见气味吧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啊 可怜的老太太 她从不出门 怎么到街上来了呢 也许她发现死人正在逼近 也许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 忍受不了 那现在 我们进不了家门了 我没有钥匙 说不定你的父母亲已经回来了 正在家里等着你呢 不 我想不会 医生的妻子说 你想得对 钥匙在这儿呢 死者的手平放在地上 半张着 手心里有几把闪闪发光的钥匙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那 那也许是她自己的钥匙 我想不会 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钥匙 拿到她以为要死去的地方 可是 可是我双目失明 看不见她手里的钥匙 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那样想的 她要把钥匙还给我 让我能进家 确实 我们不知道她决定把这些钥匙 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她也许想象你会恢复视力 也许她对我们在这里时的行动 自如产生了怀疑 觉得不大正常 也许她听见我说楼梯里太暗 我看不清楚 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只不过是精神错乱 昏头昏脑 失去了理智 产生了一个固执的念头 一心想把钥匙交给你 现在我们只知道 她刚刚迈出楼门就丧了命 医生的妻子说着 拿起了钥匙交给戴墨镜的姑娘 然后问道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把她丢在这里吗 这 这在街上无法掩埋啊 我们总不能把石板地挖开吧 还有后院呢 那就要把她抬到二楼 然后沿着救生楼梯下去 这是唯一的办法 那我们抬得动吗 问题不在于抬得动抬不动 而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丢在这 我们不能这样 那那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抬 确实 她们把尸体抬起来了 抬着尸体上楼非常艰难 倒不是因为太沉 那个老太太原来就不重 被动物吞噬一番之后就更轻了 而是由于身体已经僵硬 在窄窄的楼梯上转弯颇飞周折 因此在爬楼梯的过程中 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四次 脚步声说话声和腐臭气味 都没有使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到楼道里观看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不出我所料 我父母没有在家 终于到了门口 人人精疲力竭 但还要穿过房间 到后面沿着救生梯下去 不过往下走有诸神相助 负重更轻了 由于救生梯是露天的 所以转弯方便得多 只是必须小心 不让可怜的老太太的尸体从手中滑下去 否则它就真的会粉身碎骨 痛苦不堪不说 据说人死后的痛苦更难忍受 后院像从来不曾有人开垦过的荒野 最近的几长雨让野草猛涨 还有风吹来的植物种子也生根发芽 欢蹦乱跳的兔子 不缺少新鲜食物 母鸡仍然到处觅食 过着半鸡半饱的日子 人们坐在地上 力气用尽气喘吁吁 死尸躺在他们旁边 像他们一样休息 医生的妻子保护着尸体的安全 不时驱赶凑过来的母鸡和兔子 兔子的鼻子颤抖着 只是出于好奇 而母鸡则伸着像刺刀一样尖利地会 时刻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医生的妻子说 在离开家到街上去以前 老太太还想到把兔龙的门打开 不想让兔子们饿死 医生说到 完全可以肯定 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 难的是了解他们 戴墨镜的姑娘拔了一把草 把手擦干净 她的手太脏了 这是她本人的过错 在抬死尸的时候 她抓的是不该抓的部位 没有眼睛的人常常干这种事 医生说道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锄头或者是铁锹 从这里可以看出 真正永远轮回的是人们所说的话 现在这些曾出于同样原因说过的话又回来了 第一次是为了掩埋偷汽车的人 现在是为了掩埋送还钥匙的老太太 在掩埋之后 人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罢了 医生的妻子上了楼 到戴墨镜的姑娘家去找干净床单 她只能在不太脏的床单中挑选 下来的时候 看见那些母鸡像过节一样 但兔子只吃青草 把尸体裹好盖上之后 医生的妻子又去找锄头或者是铁锹 在一间小小的工具室里找到了 既有锄头又有铁锹 她说道 这事我来干吧 地很潮湿 挖起来不难 你们休息休息吧 她选择了块没有一连几锄头才能砍断的树根草根的地方 请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 树的根是诡计多端的家伙 他们善于利用松软的土质 以逃避锄头的攻击 或者缓解割草机的致命伤害 医生的妻子正忙着干活 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眼睛看不见 所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 人数不多 而且不是每个阳台上都有 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诗名正漫迹》 演播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六十七集 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 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 土地固然松软 但不要忘记 一锄头下去 难免碰到藏在里边的小石块 发出响声 这些男男女女 像是浮动的鬼魂 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 只是为了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 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坑坑 直起又酸又痛的腰 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 这时候他看到了他们 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 连想都没有想 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的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 一定会再生 请注意 他没有用复活一词 但这一点并不很要紧 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 两者是完全绝对的同一词 盲人们大吃一惊 赶紧躲进屋里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说出这个词来 另外他们对这类天启毫无准备 可以看出他们不是那种常到广场上听神奇的说教的人 如果在那些说教中 加上汤廊头和蝎子自杀就应有尽有了 医生问道 你为什么说再生呢 是对谁说的 对一些出现在阳台上的盲人 我吃了一惊 大概也把他们吓了一跳 那你为什么用那个词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脑子里出现了这个词 随口就喊出来了 你应该到我们经过的广场上去步道 对 念一通关于兔子牙齿和母鸡慧的步道词 好了 现在来帮帮忙吧 在这里 哦对了 抓住她的两只脚 我抬她的这一边 小心 不要滑到坟坑里去 对 就这样 慢慢往下放 再往下 再往下 我把坑挖得稍微深了一些 那些母鸡刨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找到她了 好 现在好了 她用锄头把缝坑填平踩实 余下的土堆成一个小坟头 动作娴熟 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离手 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 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 戴墨镜的姑娘问 这个老太太会再生吗 医生的妻子回答说 她不会的 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 从本身再生 而他们不肯 医生说道 我们已经半死了 我们还半活着 医生的妻子说着 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 收藏好 又扫了后院一眼 正是一切都井井有条 她问自己 什么井井有条呢 接着又回答 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 这就是井井有条 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 同时他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我想给我的父母亲留下一个记号 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 医生说道 我不想让你失望 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 而这不大可能 你想想 如果没有一个有眼睛的人领着 我们永远也来不了这里 您说的对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不过 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 留下点什么东西 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 医生的妻子问道 那么 留下什么呢 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 糟糕的是 从前的东西我一件也没有带着 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 只见她坐在防火梯的最后一级台阶上 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 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 她忽然说道 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 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 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 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 你 你这是什么主意啊 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 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 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 除了女儿 这束头发还能是谁的呢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听着您的这句话 我真想大哭一场 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 她的头扶到交叉 放在膝盖上的胳膊肩 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 心中的怀念 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 后来她又发现 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 她也为一楼的老太太痛哭 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 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 这时医生的妻子说 这是个什么时代啊 一切事情都颠倒了 医生在旁边也说道 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 变成了生命的标志 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 或者是更大的奇迹 好了 亲爱的 人的需要无所不能 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 让我们携起手来 走向生活吧 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 她轻轻地问 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她吗 医生的妻子回答 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 她的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 那天晚上 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 没有别的消遣方法 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 比如说小提琴手 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 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 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 要么麻木不仁 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 而逃过自己的不幸 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 没有其他音乐 而词汇 尤其是书上的词汇 悄然无声 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 来到门口侧耳细听 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 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 正如人们所说 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 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 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道 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 只能听别人读书 戴墨镜的姑娘说 我倒不抱怨什么 可以永远这样 我并不是在抱怨 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 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 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 这是个偶然现象 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 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 我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连接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 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 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只要可能 我就怀着希望 希望找到我的父母 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 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 什么希望 恢复势力的希望 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 因此我告诉你 要不是有这些希望 我早就不想活了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 重见光明啊 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 再举一个 我不说了 为什么 你不会感兴趣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 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 对什么不感兴趣吗 啊 你不要生气啊 我无意惹你不高兴 所有的男人都一个样子 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 对女人我知道的很少 对你更是一无所知 至于男人 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一个老人 独眼老人 并且双目失明 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以说了吧 多得很 你想象不到 随着一年年过去 我自责的事情越来越多 我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 我还年轻 但已经完蛋了 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 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 你怎么会知道呢 对 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 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 什么口气啊 就是这种口气啊 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 口气 我说的是口气 你不要洋装听不懂 好了 不要追问了 我求求你 我非追问不可 我必须知道 我们接着谈希望吧 好 接着谈 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 关于希望的例子是 是什么 我自责的黑名单上的最后一项 请你解释清楚 你这些谜语我可猜不出来 啊 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 就是我们不要恢复势力 为什么呢 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 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 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 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 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 倒也可以逃避回答 大家都这样做嘛 但你亲口说过 你是个老人 既然是老人 活了那么多年 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 回答吧 我和你 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 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 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 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 最令人恶心的事 可以肯定 你要说的不至于比这些事情更糟糕吧 既然你愿意 既然你愿意 那我就说吧 因为我还是个男人 喜欢你这个女人 表示爱情 竟然这么难吗 到我这个岁数 最怕别人笑话 你并不可笑 忘掉这件事吧 我求求你了 我不想忘掉 也不想让你忘掉 岂有此理 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 现在去 现在轮到我说了 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 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 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 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了 住口 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 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 你疯了 从此我和你 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 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 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 看得清楚 荒唐 你并不喜欢我 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 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 你这句话证明我说的对 不对 刚才你说真心实意 那么你回答我 你真的喜欢我吗 喜欢 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 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 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 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 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 半屑顶 头发白了 一只眼上戴着眼罩 另一只换了白内障 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 这我承认 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 是今天这个女人 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 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 哪里话 我算什么人 怎么能考验你呢 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 其中一件 他已经决定了 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 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 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 两张脸都激情洋溢 一个人把话挑明 另一个人表示愿意 于是两个人都同意 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六十八集 两个人都同意 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 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 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 不知道伸往哪里 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 老人轻轻地把他的手 拉到自己身边 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 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 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 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 谁也没有道声祝贺 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 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 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 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 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 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 另外 沉默是最好的欢呼 这时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了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 然后把邪言小男孩领到那里 对他说 从今天开始 你就在这里睡觉 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 一切迹象表明 在这头一个晚上 那天上午 一只神秘的手 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世界 一定会真相大白 当时有那么多水从他身上流过 滴滴都是圣水 第二天 还躺在床上的时候 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道 家里的食物不多了 必须出去转一圈 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 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 如果到现在 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 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呢 我和你一起去吧 再叫上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 我想最好 是指我们两个人去 更方便一些 而且也不至于有走势的危险 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 能支撑到什么时候呢 只要我还能挺得住 就能支撑下去 不过确实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 想和其他人一样 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 我们已经习惯于 依赖你了 一旦没有了你 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 多亏有了你的眼睛 我们才稍好一点 没有完全失明 只要还能做这些事 我就尽力而为 我只能许诺这一点了 如果有一天 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 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 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 像他们说的那样 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 像他说的那样 他 他指的是谁啊 昨天那个幸福的人啊 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么说了 改变主义最好的理由 莫过于坚定的希望 他已经满怀希望了 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 听你的口气 似乎有点不高兴啊 不高兴 为什么 好像有人拿走了 属于你的东西 你是指我们在那个 可怕的地方的时候 我与那个姑娘之间的事吧 对 你该记得 是他去找我的 不 你记错了 是你去找他的 你 你敢肯定吗 我没有实名啊 我 我可以发誓 发誓也是假的 奇怪啊 我们的记忆力 怎么这样不中用呢 这不难证明啊 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 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 更加属于我们所有 他后来也就没有再找过我 我也没有再找过他 你们如果愿意 可以在回忆中相会 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 哎呀 你这是忌妒 我并不嫉妒 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嫉妒 只是可怜你 可怜他 也可怜我自己 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 我们还有多少水啊 情况不妙 两个人草草地吃了几口东西 全做早饭 不过心情倒也愉快 因为他们用谨慎的 笑吟吟的暗语 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只是用词隐晦 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 想到在简易隔离期间 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 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 后来 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 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相伴 因为他不愿意留在家里 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 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 成倍的增加 仿佛人们从外国 从上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 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 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 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 有幽灵式的马车和卡车来往 装满了废物 渣子 残骸 化学废料 灰烬 燃烧过的石油 骨头 瓶子 内脏 旧电池 塑料 成堆的废纸 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 甚至连果皮都没有 不然 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冲击 上午刚刚开始 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 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 像一团毒气云 医生说道 用不了多久 就会出现多种瘟疫 谁也不能幸免 我们都束手无策 她的妻子说 我们是一边遭雨打 一边挨风吹 还不如下雨刮风呢 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 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 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 这里闻闻 那里闻闻 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 可能里面藏着大量美食 一时找不到 若是她独自到了这里 肯定不会离开 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 她有义务跟上 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她再次舔干泪水 路很难走 在一些街道上 尤其是坡度较大的街道上 雨水层汇成洪流 卷起汽车 撞到其他汽车上 撞到建筑物上 撞开大门 撞碎橱窗 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 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 正在腐烂 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 舔泪水的狗走过去 但也被死神吓呆了 不过还是往前走了两步 这时他突然毛发直竖 嗓子里发出了一声令人肝胆剧烈的吠叫 这条狗的毛病 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 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 他们穿过一个广场 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 听另一些盲人演讲 以此为乐 第一眼看上去 他们都不像盲人 演讲者面向听众 说得情绪激动 听众面对演讲者 听得聚精会神 他们正在那里 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 私有财产 自由兑换 市场 交易所 税率 利息 占用 剥夺 生产 分配 消费 供给 匮乏 富有 贫困 传播 镇压 违法 彩票 监狱 刑法点 民法点 公路法点 字典 电话部 卖淫网络 军火工厂 武装力量 墓地 警察 走私 毒品 货准的非法交易 药物研究 赌博 治疗和葬礼的价格 公礼 借贷 政党 选举 议会 政府 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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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 四位 垂直 四位 倾斜 四位 集中 四位 分散 四位 逃逸 四位 生代切除 辞会 死亡 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道 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 我已经发现了 丈夫回答了一句 不在张口 他们继续往前走 到了一个路口 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式的竖在那里的本事地图 超市很近了 就在这一带 那天他迷了路 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 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 一条狗前来帮助他 安慰他 让他辩明方向 摆脱痛苦 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 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 仿佛在告诉他们 你们骗不了我 赶快给我走开 沿一条街往左 再沿另一条街往右 就能看到超市的门了 只是那个门 也就是说 看到了门 看到了整个建筑物 但看不到 人们进进出出 往常这些超市里 时时刻刻都有一堆式的人群 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 一生的妻子 担心发生了 最坏的事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六十九集 医生的妻子 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 他对丈夫说道 我们来得太晚了 恐怕里边 连块饼干都没有了 你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看不到有人进去啊 也看不到有人出来 可能因为 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 我也希望是这样 他们两个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 说的这几句话 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 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 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 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恶不安 迷惑恐惧的表情 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 张开嘴要说些什么 但马上又合上了 也没有注意到 这个人迅速地耸了耸肩膀 估计这个盲人心里想 你马上就能知道了 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 走过马路中间的时候 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 他说 那个女人 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 他说没有看见有人出来 没有看见有人进去 第三个盲人说 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吧 刚才我办了一跤的时候 你不是还问我 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 他也一样 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那些习惯嘛 又一个盲人叹了一口气 哎呀我的上帝 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 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 也照得亮亮堂堂 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 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 一无所有 医生的妻子说道 真奇怪啊 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 我不明白 怎么没有活人呢 医生也说道 确实啊 好像不大正常 舔泪水的狗嘀声嗷嗷地叫着 皮毛又竖起来 医生的妻子说 这里有气味 医生也说 嗯 到处有臭味 不是臭味 是另一种气味 腐臭的气味 呃 莫非 哪里有死尸吗 我没有看见啊 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 狗又呻吟起来 医生问道 这狗怎么了 他神情很紧张 他神情很紧张 那我们怎么办 看看再说 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 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 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 毕竟我看不见嘛 他们穿过超市 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 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 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 但不时停下来 吠叫几声呼唤他们 然后又接着往前走 这是他的义务 妻子把门打开 气味更加呛人 丈夫说道 这气味确实不好 你留在这里 我马上回来 妻子说完 沿着走廊往前走 里面越来越暗 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 好像被人拖着往里走 充满了腐臭味 空气好像变得都粘稠了 半路上 医生的妻子一阵阵地作呕 在刚呕的间隙 他想 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李通往地下室的金属门 越来越近 他嘟嘟囔囔地 重复着同样的话 恶心让他头昏脑胀 刚才没有发现 最里边模模糊糊 闪着火光 现在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小小的火苗 在两扇门的缝隙中跳跃 就是楼梯门和运货电梯门 又一阵呕吐 这一次十分厉害 他胃中翻江倒海 难以支撑摔倒在地 舔泪水的狗发出一声长嚎 接着吠叫起来 凄凉的叫声 仿佛永远不会停歇 在走廊里回荡 似乎是地下室的死者们 最后的哀鸣 丈夫听到了呕吐声 干呕声和咳嗽声 竭尽全力跑过去 半倒了爬起来 又半倒 最后总算抓住了 妻子的胳膊 他哆哆嗽嗽地问 出了什么事啊 妻子只是说 把我带走 快 让我离开这里 自从失明症出现以来 这是头一次 由他领着妻子 领着妻子 不知道领到哪里 只想领着他 远远离开这两扇门 远远离开他 看不见的火苗 两个人走出走廊 妻子的神经 一下子崩溃了 抽气变成了 嚎啕大哭 这样的泪水 是无法擦干的 只有时间和疲劳 能使他渐渐减少 因此那条狗 没有靠近他 紧紧舔了舔 他的一只手 医生又问 出了什么事啊 啊 你看到什么了 妻子一边抽气 一边说道 他们 他们死了 到底谁死了 他们 医生的妻子再也说不下去了 好了 你安静一下 等能说话的时候再说 过了几分钟 医生的妻子说道 他们死了 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打开门了吗 没有 我只看到门缝里有明火 一闪一闪的 紧钻着门缝在那里跳舞 不肯松开 那是 那是腐蚀产生的 灵化氢在燃烧 我想正是这样 究竟出了什么事 大概是他们发现了地下仓库 沿着楼梯涌到下边去找食物 我还记得 在楼梯那些台阶上容易滑倒 一个人滑倒以后 所有人都跟着滑倒 可能他们没有走到想去的地方 或者进去了 但楼梯被后去的人堵塞 他们回不来了 可是 可是刚才你说门关着 肯定是其他盲人关上的 把地下室变成了巨大的坟墓 而我对这件事负有罪责 我拿着那些塑料袋 快速离开这里的时候 他们怀疑我带的是食物 于是就去里边找 好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 我们吃的一切食物 都是从其他人的嘴里抢来的 我们抢的太多了 就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从根本上看 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是杀人凶手 不 这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 我实在不想让你 在艰难养活这六张 实实在在而又无用的嘴的时候 还因想象中的罪过自责 要是没有你这张无用的嘴 我怎能活下去呢 你会为了养活家里 那另外五张嘴而继续活下去 问题是还能养活多久啊 我会很久了 到一切都用完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步到田野里去寻找食物 从树上摘各种果实 杀死所有能捉到的动物 当然 要在这里的猫和狗吞噬我们之前 说这番话的时候 舔泪水的狗没有做任何表示 此事与他无关 这是近来他变成了舔泪水的狗使然 医生的妻子几乎已经拖不动两只沉重的脚 刚才的刺激耗尽了他的力气 走出超市以后 妻子极度虚弱 丈夫双目失明 谁也说不清两个人是谁搀扶着谁 也许因为阳光太强 医生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 他以为要丧失视力 但他并没有害怕 只不过是头晕 没有摔倒 也没有完全失去知觉 他必须躺下 合上眼睛 喘一口气 如果可能的话 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分钟 镇定下来 肯定能恢复体力 他必须要恢复体力 因为他的塑料袋 还空着呢 他不肯躺在肮脏的人行道上 宁肯死去也不返回超市 他望望四周 发现在马路的对面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教堂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七十集 马路对面不远的地方 有座教堂 里边一定有人 正如所有的地方一样 不过大概只是一个 休息的好去处 至少从前是这样 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道 我要恢复一下体力 你把我送到那边去吧 那边 什么地方 啊 对不起 你掺着我 我告诉你怎么走 那是什么地方 教堂 只要躺一会儿 我就可以完全换个人了 好 走吧 进教堂要上六级台阶 请注意 六级台阶 医生的妻子 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上去 还要给丈夫指路 教堂的大门敞开着 这帮了他们的忙 即便有一扇 普普通通的门关着 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到了门槛前 舔泪水的狗停下来 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这是因为 尽管近几个月来 犬类行动自由 但在头脑中 一代付一代 遗传下来的一个远古的禁令 这项禁令 不准犬类进入教堂 可能这要怪古代流传下来的 另一部基因法典 它规定 狗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划定他们的势力范围 在一些圣徒被宣布成为圣徒之前 舔泪水的狗的仙辈们 曾为他们舔尸肮脏的伤口 出于仁慈 出于最大公无私的人慈 但仙辈们的这些善举和忠诚的效力 没有起任何作用 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 没有哪一个乞丐能成为圣徒 不论它身上和灵魂上 有多少伤口 不论这些伤口 狗的舌头是不是能够够得到 现在 舔泪水的狗闯进了这块圣地 门开着 没有看门人 更加强有力的理由是 流眼泪的女人已经进去了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去的 一边走一边对丈夫重复同一句话 扶着我 教堂里挤满了人 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方 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能让她的脑袋在上面歇息 舔泪水的狗又一次帮了她 她吠叫了两声 向前冲了两次 这样做全无恶意 但总算使人们让出了一块空地方 医生的妻子再也支撑不住 倒在那里 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 丈夫摸了摸她的脉搏 跳动正常 只是稍稍微弱一些 随后她又试图让妻子坐起来 现在的姿势不好 必须使血液迅速向大脑回流 增加脑部血液补给 最好的办法是坐起来 把头扶在两个膝盖之间 应当相信大自然 相信重力的作用 几次努力失败之后 她最后终于把妻子扶起来了 过了几分钟 医生的妻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又稍稍动了动 开始恢复知觉 现在还不要站起来 再这样低着头休息一会儿 但是妻子觉得自己好了 不再眩晕 眼睛已经隐隐约约看见 铺在地上的石板 在此之前 舔泪水的狗为了让它卧下 用力在地上刨了三下 所以那几块石板还算干净 医生的妻子抬起头 望望细细地柱子 望望高高地拱顶 证明血液循环稳定可靠 然后才说 现在我感觉很好 不过在那一瞬间 他以为自己疯了 或者是眩晕过后产生了幻觉 他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真的 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 被一块白布捂住了 旁边一个女人的心 被七把宝剑刺穿 眼睛上也捂着一块白布 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 教堂里所有的偶像 都被捂住了眼睛 塑像被一块白布缠住头部 画像则用白色颜料 重重地涂抹 旁边有个女人正在教女儿读书 他们的眼睛也都被捂住了 一个男人拿着一本打开的书 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 他们的眼睛 也都被捂住了 一个续着长长胡须的老人 手里拿着三把钥匙 他的眼睛被捂住了 另一个男人被无束之剑射中 他的眼睛被捂住了 一个女人拿着一盏燃热的灯笼 他的眼睛被捂住了 一个男人的手部脚部和胸部受伤 他的眼睛也被捂住了 另一个男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 他们的眼睛全都被捂住了 另一个男人和一只绵羊在一起 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 另一个男人与一只熊鹰在一起 他们的眼睛也都被捂住了 另一个男人手持长矛 制服了一个倒在地上 头上长脚脚上长羊蹄子的男人 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 另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天瓶 他的眼睛被捂住了 一个谢顶的老人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的百合花 他的眼睛被捂住了 另一个老人拄着一把出鞘的宝剑 他的眼睛被捂住了 一个女人与一只鸽子在一起 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 一个男人与两只乌鸦在一起 他们的眼睛也都被捂住了 但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没有被捂住 因为早已经被弯下来 放在她手中的银盘子里了 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 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 你一定不肯相信 教堂里所有偶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 这太离弃了 这是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可能是某个教徒 知道自己要和其他人一样失明 对信仰感到绝望 干出了这种事 也可能是这里的神父干的 也许他正是这样想的 既然盲人看不见偶像 那么偶像们就该看不见盲人 偶像看不见 你错了 偶像们用看他们的那些眼睛看 只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失明了 但你仍然看得见 我会越来越看不清 即使不丧失势力 我也会一天比一天瞎 因为没有人看我 如果是神父伍上了偶像们的眼睛呢 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 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假设 唯一一个能使我们这悲惨处境 具有某种尊严的假设 我想象那个人 从盲人世界走进这里之后 觉得自己也要失明 并回到那个世界中去 我想象这里有一扇扇关着的门 一个被遗弃的教堂 一片寂静 我想象一尊尊塑像 一幅幅画像 我似乎看到他从这个眼前走到那个眼前 之后爬上神龛 用布条裹住了他们的眼睛 再打两个结 以免布条松开或者是坠落 然后用两只沾上颜料的手在画像上涂抹 使他们所在的白色黑夜 夜色更浓 这位神父大概是所有时代 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亵渎圣物者 最公正最激进的人类 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最后宣布 上帝不值得一看 医生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旁边便有一个人说 这是什么话 你们是什么人 和你一样 是盲人 可是我听见你说你看得见 这是说话的习惯 难以改变 以后不知道还要说多少次 跟你说偶像们的眼睛都被捂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 确实如此 既然是盲人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做 你也会知道 用手去摸摸吧 手势盲人的眼睛 那你为什么那么做呢 我想我们已经落到这半地步 一定还有人会失明 你说是这座教堂的神父 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 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于神父我非常了解 他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 永远不能事先知道 人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来 必须等待 耐心等待 时间决定一切 时间是坐在牌桌对面的伙伴 他手中有各种牌 我们必须想办法打出与生命同样的牌 我指的是我们的生活 在教堂里谈打牌是一种罪孽 如果怀疑我的话你就站起来 用手去摸摸 你敢发誓说偶像们的眼睛真的都被捂上了吗 你觉得发什么事才行呢 以你的眼睛发誓 好 我以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发两次试 真的吗 真的 这番谈话被离他们最近的盲人们听到 无须说 不等刚才的誓言得到证实 这个消息 便传开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诗名正漫迹》 演播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